非常的自豪,而且非常感动 从我的团长告诉我,我是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七十四年来第一个中国首席之后 有一种民族自豪感,非常的骄傲 尽身为首席,这是我在艺术行业里面的一个起点 我希望可以在空余的时间继续提升自己的文化底蕴 在舞台上可以有更好的情感表达 我也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 在艺术教育和慈善方面做出贡献 很多美国观众他们看完我的演出之后 对我中国背景非常感兴趣 在我们交谈当中我也经常会跟他们说 我在中国的教育和文化背景 他们非常的感兴趣 这让我也非常的高兴 其实中国和美国的芭蕾舞派系和风格非常的不一样 我现在正在计划可以把我的同事 加上舞团的经典剧目 也把了清派的风格一起带到中国的舞台 让中国的舞蹈爱好者有一定的了解 其实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交流非常感兴趣 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 对此进行推进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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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